在本视频中,我们将学习如何打正手上方往前调球。 正手上方往前调球可以将球从后场击至对方的前场。 正手上方往前调球有三个关键的动作要领,分别是预备、击球与复位。 低补、预备、正手握拍。 以预备姿势站好,转身侧对球网,右脚调整到后方,重心置于右脚上。 双脚与边线跃成45度角,迅速向后移动到后场。 将拍高举,准备击球。 肘关节应与肩部成一条直线。 拍头稍微朝向地面。 重心应该继续保持在右脚上,左手对准来球方向。 第二步,击球。 将拍柄握紧,从后向前回拍。 击球时尽量保持轻盈、流畅。 为了控制球的落点,不要过于用力。 手臂的动作需要紧凑、连贯。 发力时转动肘关节,避免使用手腕的力量。 注意,击球点应当位于肩膀的斜上方。 第三步,复位。 迅速回到中场,做好击球的准备。 反复练习正手上方往前掉球这个技巧。 直到您可以轻松地将球从后场打至对方的前场。 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